看了这么多书 做了这么多年交易 我就明白一点 为什么 绝大部分书 都只说买点不说指引 为什么 绝大部分书 只说买点 几乎所有的书 只说买点 不说卖点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不说卖点 几乎都是 所有的书都是这样子 还有几乎所有的up主 其他人都是这样子 大部分人只说买点不说卖点 因为真的卖点太复杂 为什么复杂 后面我才理解到 我这么多年 然后有学员 咱们聊天 包括我自己做 卖点之所以很复杂 因为不是在于技术方法 也不是在于分析 而是在于交易之外 什么叫交易之外 就是交易之外 和交易没关系 什么叫交易之外 第一个 你的性格 是吧 你是急性子人 还是慢性子人 每个人性格不一样的呀 就是第一个 你的性格 第二个 最重要最重要的 你交易的钱是哪来的 哪来的 是吧 假设你是死工资 死工资 好不容易啊 就是你存了点钱 死工资 存钱做的交易 存的钱做交易 很难的 你这个 你这个钱就是很难来的 好那么还有一个 你报复 那比如说你这个拆迁 我们假设啊 拆迁款 我们只举个例子啊 拆迁款是莫名其妙的财 或者是莫名其妙的 一笔的钱 甚至有的是父母给钱 父母给钱 或者是父母给的 还有是什么呢 比如说像我这样子 我自己又有做教学 又有做麦克尘 还有做其他的 我自己交易 就是稳定的来源 比如稳定的来源 来源啊 好 那你交易的钱 是怎么来的 这些 非常非常非常 影响你做止盈卖点 好 还有第三 第三 我这写不下了 写上面 还有第三 就是什么呀 就是你的 股票也好 币也好 股票也好 币也好 它的属性 它本身的属性 什么意思啊 有是不是周期股 是吧 那是不是成长股 它是不是热点股 不同的股票 它的止盈又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说止盈这么难 你看我现在 就给总结三个 就我们一点点的分析 因为只有把这些问题 你要全部想透了 你才能说止盈的问题 这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书上 没法说止盈 没法说卖点 比如说你是个急性子人 那你根本持股 拿不了三天 我跟你说那么多 你有什么用啊 你的性格就是急性子人 我知道我有个朋友 在深圳做培训 他们做的全是美股的 day trade 日内交易 甚至是几分钟的交易 他们的会员 跟他学习的人 平均持股 不超过一小时 我先写一下 他这个平均持股 平均 持股 不会超过一小时 一小时就是极限的极限的 甚至于一般的 都是五分钟啊 十分钟啊 什么样的 那你说人家就不对吗 那你说人家是疯子吗 没有啊 人家性格就是这样子 跟他学习的这些人 全是这个性格 我的性格就受不了 拿持久 持久我就觉得有风险 那么每天我就赚这一点钱 啊 好 那么我再举个例子 我以前遇到一个 他还是做基金呢 啊 还是做基金呢 他的操作手法 更是让我瞬目结舌 啊 但是他后面做起来 没做起来 我不知道 反正他是有基金的 有基金公司 他的基金做商品期货 国内的 他每天只做一个时间点的15分钟 他每天只做10点15到11点 这段时间行情 这段时间就不做 只做这样子 那你说他能赚钱吗 说实话他能赚钱 我也不知道 但是当我知道他有一个基金 他的操盘手只做15分钟时段 我记得他嘴都张不开 但是人家就这么做 就这么做 所以呢 这个市场 懒就懒在这 每个人他性格就不一样 有基金子人 有慢性子人 那你去给这个基金子人去说 让他拿久了 卖点 这不瞎扯吗 你给一个慢性子人说 让他拿5分钟 你不是疯了吗 你骂死你才怪 所以首先你得know yourself 要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是个基金子人 你是个慢性子人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情况下 再来制定你的卖点 再来说你的旨意 好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除此之外 你的交易的钱是哪来的 你的交易钱是哪来的 你是死工资吗 你每个月拿一点钱来做吗 你这个钱亏了 你要影响你吃饭吗 那么比如影响你吃饭 那你敢不敢拿久一点 你不敢拿 为什么 他这个行情这样走的话 你就每次卖了又回来了 卖又回来了 是吧 好 那么如果你是个拆迁款 有一大笔拆迁款 或者是父母的钱 或者是莫名其妙一大笔钱 那你说你的止盈会不会放久一点 当然放久一点 你不怕吗 是吧 还有比如你有稳定的来源 那你是不是卖点又会 再久一点 你不担心吗 还有就是股票本身的 它是什么周期 它是成长股 它是热点股 周期股和成长股 是不是拿久一点 如果是热点股 你是不是跑快一点 并也是 所以啊 这就是为什么说 卖点没法说的 你的性格不一样 你的钱的来源不一样 本身的股票性质不一样 它的卖点都不一样 没法说 说到最后根本 没法说了 你要问这个问题 我就问你 第一个你钱哪来的 你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人 你是准备做中央线转线 还是做detrade 日内交易 你的钱是哪来的 你有没有稳定来源 这个钱是你五亿的来源吗 你是怎么打算的 第三 你买的这个股票 它本身是周期股 成长股 热点股 炒作股 你搞清楚了吗 是吧 这个币 本身是优质币 还是优质项目 还是炒作项目 你搞清楚了吗 是吧 这个它是美股 A股 A股美股里面 它是什么 又是什么股 是巴菲特职仓 是优质的 还是炒作的 它是不是周期的 我们又来问你一堆问题 当你要把这个问题 全部搞清楚了 你才说 你这个票 你的卖点如何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说 很多书里面 它没法跟你说卖点 太不一样了 买点知道了 卖点你就自己决定 是吧 好 那么我说完了这么多 那有没有办法呢 有 就是我说的 最好最好的办法 啥办法 333 就这么简单 解决所有问题 333 333原则 可以解决 上面我说的 所有所有问题 但是你能不能做到 那就不知道了 我们可以 问题给你解决出来了 能不能做到 就什么意思呢 假设 我之前做反弹 假设 我已经做反弹 那么 我的目标 就是做到这 是吧 这是我的目标 一波反弹上去之后 我怎么办 我 到了目标 先卖 先卖30% 不管有没有信号 不管有没有信号 就是我只要是 到了这个位置 我先卖30% 30% 直赢 到了 就是到了我这个目标 好 我们举个例子 直赢 然后 出现了双跌破 有15分钟双跌破 20分钟双跌破 这个对方有点傻 出现了一个双跌破的信号 比如像这样子 一个日线级别的双跌破 那么 我再来 就有信号 双跌破 30% 好 优质 那么还有剩下30% 就死扛 死扛到什么地方 死扛到波段的二分之一 因为波段50%被跌破 那基本上你没希望了 哪个波段 有这个波段 好 333原则 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又是什么 一会卖早了 一会卖晚了 一会怎么样 先不管 到了目标先走30% 先30% 不管有没有信号 然后双跌破 信号走30% 剩下 死扛 好 我举个例子 你看 比如美股这段时间上涨 我们假设 比如美股这段时间上涨 好 那么上涨 我在这开始做 我举个例子 就开始做 好 就开始做 那么做到哪 我可能做到这个位置 我就要先走30% 我假设 特别是做期权 因为期权这个位置 就赚了很多钱了 我假设 我假设 30% 好 那么剩下来60% 一直等等 它不是没有双跌破吗 假设 一直等 不走 一直不走 一直不走 一直 等双跌破 双跌破 一直没有 好 我们一直等 等等 等到这儿来了 双跌破出现了 我在走30% 这双跌破出现 走30% 日线级别 好 走完了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波段的二分之一 它跌破 我就全部走了 但是有没有 没有 一直没有 是吧 一直没有 你就拿 拿拿拿拿拿 一直没有 一直没有 一直拿 拿到个波段二分之一 那你这个波段二分之一跌破了没有 跌破了 我们举个例子啊 那么早就该走了 是吧 这个波段二分之一早就跌破了 或者这个地方有个双跌破 你该走 只是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那么再来15分钟 我们拿15分钟为举例 好 我们就拿这个 我们下跌为举例 下跌 假设你当时运气很好 你做了 你做了跌 这地方你做 做跌破 做空 赚钱了 那么你的目标位在哪 你的目标位是日线的 前面的这个位置 那到了这个目标位 你就马上走30% 我举个例子啊 以做空为例 到了这个目标位 你这这空的 你肯定到了 先走30% 但是你不要全部走 为什么呀 还没有信号啊 好 一旦 这个位置 一个日线几倍的双突破 你这个样子 双突破出现了 那你再走30% 是吧 再走30% 就是你的空单啊 平常 最后呢 它反弹到了50%的位置 本来反弹50%位置 应该继续跌 是吧 它没有跌 它就上去了 那你最后30% 全部走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最保险的 就是你基本上 不会怎么亏钱 但是呢 其实你做的位置要好 不然你做位置一开始 位置你要止损 这是我认为啊 相对来说 一个比较好的指引方法 这是对技术分析啊 那么如果抛开技术分析 我们看股票的性质 那又不一样 那比如像 北方同样一种周期股 因为它是周期股 那我在我的节目里 反复说 周期股至少要翻倍 两三倍才走 成长股 那又是不一样的 所以每个股票又不一样 那比如它是周期股 周期股就反复说 最少两到三倍 不要到两到三倍 不要走 就说 你们把买了周期股 就单独了招呼 眼睛一闭 眼睛一闭 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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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看一定会卖费 涨个两倍到三倍 在这 反正 周期股根本就不要看 那这古物不一样 那具体怎么不一样 到时候大家还可以 来看我的一个节目 或者是我的这个课程 好不好 这边就不详细讲了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这就是为什么 指引最难最难的原因 因为它里面的 它里面的这个 它里面的这个 能容太多了 太多了 好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基本上讲透了 再细节我就不讲了 再细节差不多了 好 好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什么呀 信仰 信仰 因为呢 英伟达很多人非常非常非常关心 所以说刚才有很多朋友让我讲英伟达 然后好 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信仰这件事情 信仰赚大钱 信仰一定让你被垂得很厉害 就是你要信仰赚钱 就要为信仰买单 你要用信仰赚钱 就要为信仰买单 这是必须的 你不要说我赚钱的时候 我喜欢英伟达亏钱的时候我就骂娘 那你这个 你这个太不人道了 是吧 太太太太没有道德底线了 所以说 你什么意思啊 英伟达这种票 你对他有信仰 因为他基本面好 他的这个产品好 各方面好 好 那么你 他你亏钱的时候就要亏个大 为什么 因为相信他 你太相信他了 所以包括我自己也是 比如说我绝对不可能 英伟达亚去亏钱 因为我对他没信仰 所以我可以非常非常非常耐心的 等待买点出现 但是你一旦有了信仰 你就有了感情 信仰就有什么呀 信仰之后就会推出感情 一旦你有了感情 你的交易就变形 明白吗 非常非常有意思 比如说我买了特斯拉 当然特斯拉没有大跌 跌了百分之一点几 我是昨天刚买的 所以亏的还少 那我为什么买特斯拉 因为我对特斯拉 还有一点点信仰 我认为这个位置差不多了 但是呢 我对他也亏钱了 因为我也是交易变形了一点点 我认为差不多了 我也没有耐心的 等待那个K线组合出现 那么结果呢 我也有了感情 我也交易变形 但是为什么 我绝对不会在英伟达上亏钱 英伟达我可以很耐心 因为我觉得他没有信仰 就他明白了吧 所以信仰这玩意儿 一旦有了 你的感情就出来了 你交易变形了 该值损你不值损了 该值赢你不值赢了 因为你为什么要有信仰 那么该值赢不值赢 你可能赚一大波 你看 是吧 赚一大波 但是呢 你一旦信仰出问题 信仰出问题 你要亏大 哎呀 所以这种票啊 我就不多说了 只是说看你的 你真的相信他的话 那你就 在这种位置去买 是吧 他到跌到这些位置 绝对买了 什么位置啊 你看我们来回家来看 他只要跌到 跌到 660 跌到 600 6600 我也买啊 好这个时候 有的朋友就说了 云彩老师 绝对不可能跌到 660 为什么呀 因为你对他有信仰 在加密货币一样 加密货币要涨到 多少多少多少 很多朋友 喜欢加密货币的朋友 那我说 因为我对加密也没有信仰 我说不一定吧 云彩老师 加密大牛师来了 今天赚大钱减半 我说也不一定吧 好 我为什么说不一定呢 因为我对他没信仰 我没信仰 我反倒能赚钱 为什么呀 我不会乱操作 我没有感情 那我就耐心等呗 但是呢 如果你有信仰 你一定会说 不可能 因为他怎么可能 跌到600去 开玩笑 那结果他可能 就跌了600了 我不知道你们 能不能理解啊 所以说 哎呀 交易这个事情 最好是变成一个 没有感情的机器 你没有感情的机器 像我 比如我对他没有感情 那么我就等600 那不到600我不买 或者660 不到660我不买 是吧 但是呢 如果比如像指数一样 我对他稍微有感情 我就不会吧 不会跌这么惨吧 现在又没有什么疫情 又没有什么大的这个冲突 不会吧 结果他就会 明白吗 所以大家能不能理解 所以你问我英伟达 我只能说 我对英伟达 没有感情 没有信仰 所以如果要我买英伟达 我只在660买 我只在600买 不管他能不能到 他到 我去买 他不到 放弃 放弃 休息 因为对他没有感情 我认为他跌到 我认为他跌到46%都有可能 你看 这就是没有信仰的人说的话 因为我没有 我对这个票没有信仰 我认为他跌到500块钱 都有可能 但是呢 跌到500块钱 我会去买 因为我没有感情 大家明白吗 你如果对他有信仰 你大死不会相信 他会跌到500 但是我无所谓 所以 所以英伟达这个票呢 我的操作模式就是 到660 到600 到500 一定去买他 但是在这之前 我会休息 我会等待 因为对我来说 他跌到哪 我都不意外 好 这是我对英伟达的看法 所以呢 我现在肯定不会买 你看我现在买英伟不会买 但是我会买指数 为什么呀 我就要指数 判断 可能相对来说 我还有点信仰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对每个票的一个看法 每个票的看法 像特斯拉 我对他 也比较有信仰 我其实也没有信仰 我只是说 至少说 怎么说呢 我认为这个位置 我值得尝试了 因为他和英伟达不一样 英伟达是刚跌 特斯拉已经跌了一年多了 是吧 跌了一年多了 跌到这个位置 无浪模型跌完了 菲伯拉奇反退也出来了 你看 无浪模型跌完了 是吧 菲伯拉奇反推 也几乎我通过菲伯拉奇反推 也几乎出来了 唯一的问题是什么呀 他的K线线号没出来 唯一 不能错了 唯一的问题是 K线线号没有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 我如果用菲伯拉奇反推 我反对出来 也是这个位置 你看完美的这个位置 但它还跌下去了 当然它这个 所以有些时候 它会再有一个缓冲期 但是我认为呢 这个位置 我是昨天 我是周四买的 所以我亏的很少 我这个位置没买 注意啊 我这个位置没买 这些位置都没有买 都没有买 我就是这天买的 那么它如果再不起来 我就只死算了 我走了算了 它再不起来 我就只死算了 如果它起来呢 我就做反弹到这 一波一波的做反弹到这 然后再看 所以 就说我对它呢 还有一点点希望 那么我就对它 所以我认为它 就是已经超跌了 已经太超跌了 这么多年 有些时候呢 你看我前面选的几个超跌股 跟大家选的 比如说一兹 第一万 比如说一兹 一兹 比如说前面选的几个超跌股 一兹啊 赖克啊 其实都是很正确的 呲还是兹 我这个东西 一兹 我还没在一起 看到留言啊 我估计大家问题很多 你先听我 我先讲完啊 我讲完 跟他说 好 你看一兹 一兹前段时间 你看他也是 我给大家选了一个 你看他也是超跌 最近大盘这么跌 他还连涨三天 所以只要是优质股超跌 还是有机会的 还有一个赖克 是吧 我选了个赖克 也是 你看也是大涨 他也是超跌 所以他超跌了很久 超跌完了 他最近指出这么跌 他也反弹了 所以就说 只要优质股吧 我认为超跌 还是有机会的啊 反正危机就是机会 大家一定要记住 危机就是机会 你不要怕 但是必须要分批分藏 记住啊 危机虽然是机会 只要你中藏 一个小概率 你就没了 危机 记住 危机 虽然是机会 但只要你中藏 但只要你中藏 一个小概率 你就没了 你就没了 所以你千万不要 犯这种错误啊 所以无论如何 危机虽然是机会 你要分批 清仓 也不是清仓吧 在你可控制的范围之内 分批 记 这样子比较好 好 这就是 我给大家说的 这个美国的指数 所以美国指数呢 我认为 结论很简单 区间到了 我们的概率也该到了 因为它历史概率来看 美股这样子 8%很少很少很少 打个历史 可以先走来看 几乎都已经到了 2020年疫情了 你看2020年疫情 才会跌这么惨 2020年疫情 才一周跌78% 所以你说 今天没有疫情 它就超跌了嘛 你看其他的 还有包括什么呀 包括2021年 这个暴跌 它跌了两天 它都有 跌了三天 都有大回调 跌了三天 都有大回调 它今天完全没有回调 你看这个也是 是吧 你看它暴跌 它暴跌之后 一二三四五 跌了一周最后大回调 还有这个暴跌也是 就几乎都是 这个比例该大回调 连续这样暴跌 暴跌五天 历史罕见 所以呢 回调肯定是 大概就是有的 下周 但是呢 你还是要担心那种 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况 万一它真的不回调 一口气跌到这 那你的期权肯定没了 是吧 一贴一负还可以 慢慢来 你一定要准备子弹 这个什么都说不清楚 是吧 这个世界上 没有说清楚的事情 万一它就穿个记录呢 一口气跌到这来 但是如果你只要有子弹 跌到这来 就是最好的结果 那肯定是的 它只要你还有子弹 所以千万不要把子弹打光 千万不要把子弹打光 而且就算现在回调 我觉得没大大希望了 就算回调 我们也是回调之后 做一波短多 然后再做空 就是节奏就是这样子 就是只做短多 不看长多了 长多肯定是要调整 一两个月了 就是短线多 多完就空它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节奏 节奏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你不愿意做短多 你说是逆事的 也可以等 死等 它回调的时候再去空调 好 讲的还是比较透彻吧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